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 在2010年8月25日 连身法王抵达香港雷脏寺 特别传授了真佛秘法的手印 非常珍贵重要 我们就一块来看 连身法王的宝贵开始 我以前常常来香港的时候 那么香港的他们 就设造了一个莲花童子像 就是师尊身后的 我那时候经常在想 这个香港雷脏是弄了一尊那么老的 我哪有那么老呢 那时候 对不对 但是现在想一想 有一天 我会比这一尊像还要 总有一天 因为像是不老 这个像是不老 人是会老 有一天呢 你就会比这个像还要老 这个像啊 这个挺啊 挺起来很strong 看起来很strong 很威 很威的这个样子 有一天啊 我会趴下去 然后跪下去以后就爬不起来 这个佛讲的就是讲 佛陀首先讲 就是无常 就是无常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 永远都是年轻的 不会 这个肉身啊 我们的肉身 人的这个肉身啊 按老子所讲 物所患 就是在物之身啊 这个 他本身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他的所有的忧患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身体 没有这个身体的话 非常自由自在 有了这个身体啊 就拖累了你自己的心 跟整个身体 身心都被拖累 所以我们修行啊 是要超越我们的形体 我们这个身体 要超越过去 所以人要得到自在 人要能够自在 是精神方面的自在 在你思想上的自在 在所有的这个灵命啊 这个心的自在 心灵上的自在 有一天 我们的肉身都不会自在 都不会自在 很多人有这个头痛的毛病啊 前身痠痛的毛病啊 有很多人视力也不好啊 牙齿也不行啊 这个耳朵也听不见 这个势茫茫 这个滑苍苍 师尊不是没有白法 也有白头法 只是每一次白头法 一生出来就把他离掉 所以出家当和尚也有好处 你永远就看不到白法 所以我们修行呢 是一种超越 超越你自己的身体 还有呢 甚至超越人间 超越三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 超越人间 超越阿修罗 甚至超越诸天 进入这个佛啊 菩萨 阿罗汉的境界 这个就是超越 所以你们看师尊啊 这个 昨天晚上两点睡 四点起来 六点出发 那现在呢 看起来也想要睡觉的样子 这就是肉身啦 但在所有的同盟面前啊 师尊还是要讲话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要睡觉了 我不想 我香港雷仗是不去的 我要 我吃完饭我就睡觉 睡到晚上 你不能这样子 所以拖着这种 这个饥渴 还是要来跟大家见面 跟大家见面是很重要的 就算 say hello也好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 问你一声 你好 大家好 然后就是 不乖啦 不乖啦 说些仔啦 不乖仔啦 不乖仔啦 跟大家见面 这个心就感觉到 非常的快乐 谢谢 谢谢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佛菩萨 这个他的光明呢 从虚空中下降 那么来 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传承的 画流的灌顶 那么大家也知道 这个师尊 这个年轻的时候 二十几岁啊 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么得到这个 摇子金母开天眼 这个前天啊 这个前天啊 就在前天吧 我看到摇子金母的光 跟这个大白闪盖火母的光 那个光啊 就像蚁毛一样 孔雀的蚁毛 孔雀的蚁毛 孔雀的蚁毛一样 那是师尊本身的 天眼所见 天眼看见 那师尊也本身呢 也是在二十年轻的时候啊 看到了这个光 这个光出现的时候啊 还有这个天上还有智 这个降下来 空中有虚空中有智 降下来 然后还有声音跟你讲 要一心啊 要学佛 一心要学法 一心要向上 就讲了这三句 这三句啊 就让我这一辈子 这个受益无穷 一心要学佛 一心要学佛 一心要向上 你看 我们这个传承是善 然后 学佛 学佛 这也可以讲是我们 中国中的一个精神 初步大师部的这个精神手掌 他当初我跟他讲说 我不会啊 我什么都不会 那么这个佛菩萨跟我讲 将来你就会 真正的开始学的 是无形的来教的 并没有师父 并没有师父 我讲过啦 香港的冬天也是很冷 香港的冬天也是很冷 这里也是四季昏明 我在台湾的时候 台湾也是四季昏明 冬天还是很冷 很冷的时候 今天晚上就想说 不想学了 躲在被窝里面多好 在被窝里面睡觉就好 不想学 不想学 不想学是怎么样子 他把我整个人啊 从床上抓起来 然后倒立 脚在上面 这个头在底下 然后再给你松手 你就飞得不起来邪 不可 我就是这样子学的 像手印呢 手印怎么学的 就合掌 合掌以后呢 他就会自动的 指头 就慢慢的张开 那指头一个指节 一个指节张开 他就能够节省手印耶 然后他叫我说 记住这个手印 大家看啊 好像是准提佛母 其实是也可以讲是种磁印 要做手印啊 要做种磁印 要做种磁印 那么手印啊 大家看师尊在比手印啊 对不对 比得很快 一下子种磁印 一下子佛 磅 摩 下子 菩萨 金刚神 下降 放大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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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花 香 灯 茶 果 供养 这个手印是怎么写的 其实就是他这样子慢慢 一步一步交一步一步一步交 这样交出来 这样交出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